歡迎來到巨匠汽車 我們今天呢不顧車 不買車 不賣車 我們今天來簽車 好 至於為什麼來簽車呢 因為我有一個舊客人 然後他之前舊車是賣給我 那後續他要換新車 目前現役車種也是賣給我 今天要來把他的新車簽到他的手上 好 我們現在在台北的北投 那我們等一下幫客人簽的這台車呢 是全新車的奧迪A5 40TFSI S-Live 我們先去簽新車 因為我們約的時間有點晚 我怕再回去我可能會睡著 買車賣車 首選巨匠汽車 結尋咪咪 價格絕對呼吸滿意 交車大吉啊 交車回去直接過呼到自己的名家 不要 你有沒有覺得這台車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跟這台車有什麼不一樣的地方 自然會地給這台車 而且喂 我應該去簽新車 飛行車 我咪了到幾個地方 我可以回家 好 我不是應該去好 我跟節辯 在那邊 行發佃 我再給你 一個點他 我根本來 吓了 這也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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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它跟车蛮舒服的 怎么说? 就是它不会去急煞或者是急加速 溫馴就是被绑住的野兽 它也没有到野兽了就2.01 又不是RS5 好希望有客人可以买RS5帮他交车 都可以 RS系列都可以 它这个是无窗框的 A5都设计无窗框 无窗框 没有错 因为很多人说无窗框的造型 我觉得是还好 可是没有到非常的差 因为它是新车 因为它只有18吋 如果今天19吋 我跟你讲 你就说隔音怎么都差 我觉得18吋开起来是比较省一点 对 换轮胎啊 然后轮轮有一些油耗啊 这些比较省 19吋的话超驾感可能会比较OK 其实说真的 你刚刚开跟车 我没有意识到你有开跟车 感觉是人在驾驶 感觉是自己人在踩 因为有些我开过 它就是前面杀了 可是它就是还没杀 它是要很近很近它才能杀 然后很大力 然后它是 对它踩很大力 这只是辅助 你还是要自己专心的开车 它可以减轻你的疑老啊那些的 但是不代表完全是 你可以让它自己去看 你还是要眼睛看着前面 脚可能要轻微碰在上面 走要浮啊 就这样 好做吗 你觉得 这还不错啦 它这张椅子 因为你有包覆性 有支撑性 所以我觉得 应该是S代的关系 你说开车我去高雄就算 还是开一台新车 压力很大 压力其实蛮大的 真的全新 它刚刚交车是几公里 11喔 13 然后我们一直在帮它折9 公里数一来越多 我们到现场 交车给客人的时候 我再请客人说一下 为什么把它选择 待会见 热疼疼 热疼疼的 A5回来了 A3 A4 A5都交给你们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大家 有什麼東西啊 啊 我的健保卡咧 會不會旺在台北啊 我靠 喂 哥 對 我到我客人這邊 啊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是那個身份證跟健保卡 好 拜拜 他寄掛號下來 他寄給我幫你用完那一波之後 再拿過來 OK 沒事 然後基本上那一雙使用都跟那一波一樣 OK 然後 大一盾 對 好啦 辛苦你們了 不會 然後我要幫他收那個領牌費 OK 謝謝啦 等一下拿領錢 這樣就好 有嗎 有 那我賺到了 我賺到了13塊 13塊 缺翻了 有大概還有快半桶 從台北加慢開下來 還有快半桶 所以等於他可以開到800 如果都是高速公司的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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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給觀眾回答 給觀眾回答 對啊 我不想被罵 我不想被罵 我想被罵 完成 今天是早上大概六七點就出發了 然後晚上大概十一二點才回來 感謝啦 任務完成 可以睡覺的 好 如果家中有車要賣 趕緊加我們官方LINE 邀駕收購你的愛車喔 還是A4比較好開 還是有Quattro的比較好開 好啦 我們這一支 新車外送到你家 幫個人交車 還有牽車給個人影片 順利 其實新的A5我覺得 開起來好像還不錯 輕油店的車在高速上真的 很省 那你開平均有多少 下市區的話大概是19.39.4 在高速上 一剛開始在北部那時候是開到21 也是這樣才發現它居然沒有Level 2 不過整體我覺得還不錯 我現在已經累到不知道我到底要講什麼 開了一整天的車 現在還在開車 那當然我那時候他換新車 我有跟他說還是 我跟你一起上劇情 因為大家自己是在開 PIZZA 為什麼要做完這個 PIZZA 為什麼要做完這個 PIZZA店 單人的那種PIZZA 好小的 他也有大的 他因為工作有一些叫料是 時間上會比較晚一點 所以他比較晚睡 那變成說他沒辦法著急 所以就是他請我幫他開下來 他說我開下來 感覺比坐拖車還要安全 所以呢 我覺得我要拍一支片 看可不可以撈回一下成本 可是他至少把車賣給我們 對啦 確實啦 但是也不便宜 認識的是最難買的 它的舊車也是因為 一些小瑕疵 所以比試駕再便宜一點點 就是有板修過 烤漆過 同理數稍微多了一點點 它的舊車是2021年的 那目前這台車在整備 搞不好你們看到這支影片 它已經上街了 有可能 有空可以多多詢問喔 希望這台車可以趕快賣掉 趕快有新人可以把它接受一下 誒說市面上很多嗎 新的 車店 9.5比較少 9代3點蠻多的 第一次交新車了 第一次交新車 我最以為是第一次交新車 沒錯 全新的 它開起來 開在路上 都不會抖 哇塞 超安靜 我最大的這樣 超新 而且那個方向盤 新的就是 粉粉燈 這個就是 油油的 那我們今天這支 幫客人兼新車的影片 就先到這邊了 如果有喜歡的影片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如果你想知道你車子的價格 建議你也直接向我們的官方LINE 如果沒有時間就會馬上回覆 如果你想知道我們 那個進車資訊的話 就追蹤我們的IG 臉書粉絲團 最新的貨都會在這邊上架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1 1 1 3 2 2 1 3 3 5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